今天是6月27号 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已经收盘了 A股今天再次出现下跌 尤其是尾盘 你看创业板的话跳出来上证指数也跳出来 很多股民今天又是损失惨重的一天 尤其是昨天最高的 我估计今天腿都要拍断了 那明天A股会怎么走的 告诉大家明天A股非常值得关键 因为明天是周五了 能不能力挽狂澜 能不能守住我们的底线 就看明天了 明天的重点在哪里 前面的低点2933 如果说明天大跌破了2933 情况将非常之不妙 很有可能就奔着下面的这个低连去的 那你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一段时间调整 这段时间幅度会非常的大 那股民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崩溃的状态 所以明天这几个方向一定要稳住 今天在大群众中枝头 行业龙头发力的情况下 A股也未能是吧 利益挽狂澜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中枝头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中国石油 中国银行 中国建筑等等 这些行业巨头都在拉 但事实证明 拉了他们 未能解决问题 还是互无助答案 所以说明天国家队肯定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新的账法 改变账法 什么账法 我觉得国家的很有可能 还是又回到老套路 明天到底会怎么走呢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技术分析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就为止了有你的点赞加关注 埃古在今天明显有一个特点就是 全跌 但是 超级龙头 像中国移动这样的 2万多亿的盘 他属上涨的 涨了两个多点 对吧 中国银行 中国石油镇的大群众也在涨 那为什么指数不发红 如果是以前的话 大家记得吧 是吧 以前如果这种大家伙会涨的话 大盘就会发红了 当然指数就会涨了 但是现在是什么 那么起来了 个股跌下去的 老股民应该都知道 只要中国石油一涨 大盘几乎都是跌的 那今天中国石油的话 盘中也是出现一动 出现拉升 没有什么 没有能够稳住大盘的行情 可以说中资头里面这些超级群众 现在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抱团 高股息抱团 还有就是什么 大资金护盘所导致的 但是你 护得住吗 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 现在我们的指数 已经严重的缺失了 也严重的跟这个什么 跟着市场脱钩了 就好比说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就是烟盒盗铃 看起来不错 能够守得住2900多这个位置 实际上很多的个股 已经跌到了2600左右了 甚至有些已经说跌到2500了 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前期的底部 甚至跌破了前期底部 股民年初有些人可能是亏了30个点 现在有人跟我说他亏了40个点 比年初亏了更多了 究竟云就是在什么 在他的股票比年初的位置更低了 说的不好听 就是互助的银行 互助的这些超级群众 但是没有互助绝大多数股民的账户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勾韭菜的一个 一个市场 对不对 今天不仅是中字头 还有什么 还有银行 银行也在顶 你看今天涨了0.89 那以中字头超级群众加银行 都没能护不住整个市场 你说这个市场有多差 这个市场有多弱 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我觉得关键点并不是在这里的 银行拉起来护不住 中字头顶也护不住 那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点在这里 证券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证券 说了很多回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说一次就不然碰一次 但并不是说这个证券不行 只不说你的节奏不对 我再强调很多回 我在这里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证券跌下来跌到前几点 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 直接一个字躺 两个字躺平 不要管他一天两天的得失 你在这个位置前方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后面他出现超跌反弹 出现拉起来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跑路了 我们就可以 减仓了 节奏策略 非常是明显 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我跟你让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这一天 周一证券板块出现一个跳水 尾盘撒跌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在尾盘撒跌的时候 我低息了某一个证券票 然后证券票还是什么 还是属那种有预期的重组票 短期资金的关注度比较高 量能也放出来了 好 我觉得没问题 另外一个在这里是周欧 在周欧撒跌的时候 在尾盘这一波跳水的过程中 他跟我说 哎呀我昨天低息的票 亏了三四个点了 怎么办 要不要割入 他说这个我就郁闷了 我说你在底部低息的亏三四个点 画个啥 没必要纠结吗 对吧好 但事实证明他在这个位置忍不住割入了 昨天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 出现一个拉伸 拉个票又涨了回来 他不仅仅不会亏钱 他还可能会赚一个核化钱 然后他又问我说 哎呀怎么办 我要不要追回来 我要不要买回来 说这个我我只能说自己把握 结果他在下午的时候又什么又买了回来 今天再一次下跌 他说这个票又套了两三个点 怎么办 要不要割入 说来说去 但是发现了 这几天的行情可以说是什么 做起来 非常之的不顺 做起来非常之的差 对不对 说什么 说明他的这个节奏完全做错了 他是什么 他是在拉高的过程中去追高 在撒低的过程中去做吗 去做低吸 啊去做这个割入 这个策略这个施入明显的就不对了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那么他说的是哪些票 这里我不想抵名 抵名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 不好的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个股 证券个股 我相信大家对整个证券板块 比较熟悉的 你应该知道是哪些票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看从今天盘面 证券板块表现比较稳定的一个是中心证券 还有一个是国姓证券 大家看还有一个什么是海通证券 对不对 好 再看 这里有周杀证券 十万红元 发现没有 今天反而跌的比较少的是什么 反而跌的比较少的是我们的 全 头部券商 后面跌的比较多的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这个近期的次行 或者说近期的人气劝商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不要做反了 节奏不要做反了 做反的话你很有可能 是吧 很有可能就是吃面的一个节奏 这是我再次的强调了大家 前低附近要减仓 前高附近 前低附近要考虑加仓 前高附近要考虑减仓 就是这么个节奏 就这么个车内谈 大家继续看一下就对了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证券板块目前的问题 主要还是在于什么 轮动太快 什么意思 就是证券板块它走势 虽然说是属于一个底部的震荡 但是个股轮动太快 今天这个票是龙头 明天那个票是龙头 对不对 所以它的这个波动性是比较大的 操作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留意 关于证券这一块 关于重组这一块 我说了很多次 你可以按我前面跟他说的这个方向去做 北京上海深圳加江苏系 也可以按现阶段有名牌的人气票 重组以及名牌的票去做个跟踪 是没有问题的 你如果节奏对的是能够获利的 但是你节奏又是不对了 不好意思 你就是费钱的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那你回看一下我刚才讲的那一个什么 真实的案例 你去看一下对应一下有哪些票 或者是这样子的 其实 你仔细去看 问题还是出现了 说白了就是它的这个方向 或者说它的这个节奏 刚好做反了 明天这个方向很重要 证券再不发力的话 证券再不稳住的话 那对整个市场就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除了证券之外 那我在前面也跟大家强调过 多次讲过 大盘要涨 还有谁发力 中字头 今天中字头发力了 但是中字头独目难知 并未能解救我们的市场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那今天在中字头出现一个什么 坏速拉伸 这是一个微型的走势 对不对 微型走势 那我们的重心在里 我相信今天 看了中字头的人 应该是没人喷我的 这两天我说中字头 也被人喷了好几次 那么喷我的人是怎么说的 中字头他在高位 对我们看K线 对吧 中字头你看 他现在的位置 相比起连出位置 他是在高位 有人说 哎呀 这个中字头 你这个位置叫我去DC 叫我去 叫我去不叫接盘吗 是不是 他这样说的 从技术方面看 中字头整个板块指数 他确实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调整的下跌的周期 这个是不增的事实 但是我怎么说的 我说中字头并不是一个方向 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各个行业 中字头他有分支 有中字头里面的什么 他有中字头里面的国家队里面的 比如说中国移动 中国石油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等等 这是什么 这个是国家里面一些大的行业企业 但是他还有分支 涉及到什么科技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基建 还有什么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军工等等 你按这个策略去 那就没有问题了 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不破坑我了吧 我说了很多的中字头的建筑方向 今天是不是表现不错呀 大基建方向是不是表现不错呀 所以今天哎果跌了 你的账户 会不会跌 你的账户会不会说谁 就算明天补跌了 我觉得也不会跌很多 是不是后面一涨起来 你还是有机会获利的吗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中字头和大金融里面的证券 是能否利往狂澜的关键 但是现实是中字头今天发力了 没能利往狂澜 那么明天 证券的 这个什么重要线就 非常之高了 好 问题再来了 正确也好 银行也好 中字头也好 他们的上涨就是为了互盘 但是他要是互做的盘面 我们把重心放在哪里呢 我一直强调大家 重心在科技加汽车 那么 科技很多人 看到了问题 今天科技在下跌 你看光刻机 科创赤星 这些跌幅都比较大 会不会补跌 尤其是像光刻机还出了昨天 昨天还出了利好 什么利好 就是创投 对吧 创投去投 投资我们的硬科技 其实说白就是一些工业母机 还有机器人 光刻机等这些什么 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产品 但是你看光刻机今天跌了 现在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下跌 对有些人说是不是一个 机会 所以这里下跌不可怕 能够跌到这个低点更好 潜伏就好 来比尔周杰 是不是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盘面 光刻机跌了 还有有些相关的一些科技方向 进去 半导体今天也跌了 对吧 科创赤星也跌了 这里最让人失望的应该是科创赤星 在几天前几天我讲过这个方向 科创赤星股 我去说些大早暴走的话 有人就跟我说 哎呀哎呀我在这个高位最高的这个位置 是追进去了 问我怎么办 冲高活的套住了 第二天要不要割入 我给他说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一个事件 我说你是做短线还是做中长期 他说我做短线 我说做短线 你不用问我这种什么这种问题 做短线你就盯着这个是 五天均下线守得住吗 守不住你该自损自损呢 你不用问我你要不要割入 这个话问的有点多余是吧 那如果你是做中长期 我就喜欢问他 中长期的话 你凭什么敢在这个位置去追高 凭的是什么 家里有10座金矿吗 不是吧 是吧 所以你说中长期这个位置明显就不对的 那如果我做中长期的话 我就会考虑哎 现在跌了跌到前期低点了 那我就会考虑在这个位置 我去做一个低息做个前伏 有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没问题 所以大家记住我说细节了吗 好 你看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我刚才讲的半导体 今天跌的也是比较多 对吧 我看这里 半导体是元气件 是不是2.69 那么2.69你看 怎么办 他跌到哪里 跌到30天线了 跌到30天怎么办 在前面这几天追高的我问题还好吗 是吧 那我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如果你 敢于在这个所谓的低点附近 60天线附近去做潜伏的话 后面是有机会给你获利的 你相不相信 所以这个位置才是一个比较什么 比较安全的位置 这里只是一个短线的位置 那你看这里又是什么 发现没有 潜高附近 是不是对应了我开头说到这句话 潜高附近要减仓 潜低附近可加仓 对吧 就这么回事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 你要清楚一个事实 半导体为什么在前段时间会涨 因为我们的利好很多 我们国家必须要大力扶持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迎来高速发展 就是 这几年的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 增长了60% 以后 是吧 还有 几年的话要实现发发的梦想 也就是我们的半导体行业 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 那么 再联想到我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 2024年 1到5月份 中国的芯片出口 4000多个亿 4400多个亿 以前的话想都不敢想 中国芯片都能出口了 以前我们是供不应求 是吧 在外面实际的买买买 反正就是什么 每年花好多钱 几千亿去买人家芯片 那现在好了 我们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出口几千亿的芯片了 当然这个芯片 并不是高端芯片 只是中低端芯片 至少我们中低端芯片 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 已经能够什么 已经能够出口了 我们插的是什么 我们插的是高端的芯片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盯着高端 如果能解决高端的卡脖子的工程 我们的半导体行业是不是会迎来的 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那你想想美国的半导体行业 现在龙头是什么 AR方向龙头是英伟达 英伟达长到哪里去 长到天上去的 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 这个行业是不是机会巨大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不就是一个调整好的机会吗 调整来不就是一个可以博 可以跟踪的机会吗 说来说去 A股想要赚钱 A股想要什么发力 A股当下最大机会 还是在科技这一块 我说这么多 还是有很多人 难以把握 那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的 盯着这个新科技 新科技是什么 AR ARPC也好 AR手机也好 定在这个方向 我说估计很多人就问我什么 今天就要拍断腿了 早盘AR方向很强 下午变弱了 还跌了1.84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 盘中一度惩了1.6级 接近1.8 是吧 下午就看一下这里 跌了1.8 这一波下来就三四个点 那指数相差三四个点 各够多少 我相信在今天这个高位 在今天这个高位去追高的朋友们 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差的 但是我觉得又可以理解 有句话怎么说呢 这个是你自己的操作不对 我在这几天杀地的时候 我告诉他有个急 有急杀怎么办 可潜伏可低息 尤其在昨天 昨天这里开盘的时候打到一个低点 还记得我说了什么话吗 我在昨天开盘前我就跟他说过 因为他暴涨了6个多点 那么因为他暴涨6个多点 相关行业将迎来抽叠反弹 迎来一个大的机会 所以你在低位去做潜伏的做低息 昨天拉起来 今天再次冲高 创造一个高位的时候 你敢于在这个位置 选择减仓和落贷 你想想这两天的行情 你是不是吃到肉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爽 这就是节奏的 对吧 节奏的魅力 节奏对了 你是能够吃到肉的 节奏错了 哪怕给你一个留票 你也赚不过钱 这就是重点 不仅仅是他 还有包括AR手机也是一样的策略 AR手机你看 他走势几乎跟今天的ARPC一样的策略 对不对 今天再次出现冲高回落 那昨天前天超级的人 今天冲高你敢于检查吗 你敢于车推吗 你敢于跑路吗 那你车推的一跑路 你是不是赚钱 你是不是啊 轻轻松松就获利出局了 是不是好 这是重点啊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盘面 或者什么盘面 科技的另一个核心 另一个核心是谁 机器人 重点是人型机器人 特斯拉全球首富 特斯拉全球 特斯拉老板全球首富 还有就是像 英伟达老板 多盯上了机器人 多盯上了一型机器人 甚至他可以说 机器人的这个高速发展期又来了 所以下一个风口很有可能出现在这里 那么 机器人是不是要重视啊 人工智能是不是要重视啊 是不是又回到我原先的老套路来了 我说人工智能也好 机器人也好 这些方向要调整 有低息的机会怎么样 那你就应该把握住啊 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 我就应该怎么 就应该低息啊 就应该潜伏啊 后面拉起来冲高了 我们就可以玻璃了吗 我们不就可以出逃了吗 你看一下今天人工智能板块 指数全 人工智能板块 人工智能板块 仍然要多支票涨停 你看 涨了20厘米的有三个四个 涨了四厘米的也有四五个啊 五六个 对不对 这就是重点 那么你能抓住吗 你能 你能 守住吗 你抓住 结果你就能够吃到肉 朋友们啊 再次的提醒了大家 人工智能尤其是以机器人为重点的方向 值得大家特别的注意 你看这个什么税友啊 税友已经出现什么 三连板了 历史三连板 是吧 他就是属于一个低位的一个补长 很多很多啊 这种类型的实在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的 按照我前面的思路 找前龙头做潜伏 等他轮动的反抽反拉 出现异动的时候 我们在高位跑路就是 这里的话一定要切记 不要做反拉 是吧 人家在低点时候出现收尿回踩 你不敢去 结果那一拉直接就追 你像像这种票就是 是吧 这里出现一个高位的 你在这个位置顶在这里杀爹杀低位 你割肉 这里一挡起来你又去追 那我觉得你的节奏是不是是不是 是做错了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和留意的好 AiR方向尤其是AiR手机 iRPC是重点 大家是需要特别做的 还有就是近期苹果也是比较强劲 那么与之相关的苹果概念 消费电子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重视和跟踪的 所以说 今天的这个消费电子啊 出现冲高回落 但是明天如果说有低点 回踩效 回踩到下面的低点 仍然是可以跟踪 可以博弈的 说这么多 大家应该心里清楚了 就是大盘想要涨 中资头的核心 证券 这些 权重 要稳 那么真正能够让大家吃肉的 能够让大家账户快速增值的 只有科技加汽车 那么科技近期的重心 我也跟大家说过 你抓住这些重点去就没有问题了